暴炉嘛 顾名思义 就是丹炉爆炸 是炼制失败的表现 一旦要炸开了 所有药材 努力都会复之流水 彻底失败 丹王管修啊 怎么他都想不到 拥有着经验丹火的宗主聂云 锤炼药性都没有错误 这药材一进入丹炉 就引起了炼丹者最可怕的暴炉 不是暴炉啊 是暴炉炼丹法 这种方法我只处于研究阶段 还没成形呢 怎么宗主已经施展出来了 相对于丹王管修的恐慌 丹帝诸葛青云眼光更高一筹 脸上是阴晴不定 虽然面前的炉顶震动沸腾 模样啊像极了暴炉 但他知道这不是 他最近一直都在研究如何加快炼丹速度 更好的将诸多药材的药性是完美融合在一起 提升丹药品质 而这种暴炉炼丹法正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利用类似暴炉的方法将诸多药性给炸开 让难以相容的药性完美的融合 加快炼丹速度 在他心中啊只是一个理论一个想法 但是他并没有时间 因为炼丹的时候啊最害怕药材沸腾 这种情况一旦要发生了 就离暴炉不远了 这丹药的爆炸威力非常之大 你别说天品 道品丹药 就算是地品丹药 要炼制成功之后啊 都和纳徐静强者类似 纳徐静强者自爆的威力有多大呀 想想那都能明白 这爆炉比丹药爆炸还要厉害 一旦要产生是无从控制 只能眼睁睁看着辛苦炼制的丹药 是毁于一旦 正因为是这一点 他讲这个想法 试验了不下上百次了 甚至每次啊都炼制的是中品丹药 依旧没有成功 宗主居然直接 把如此珍贵的药材 拿来实验了 这么多珍贵的药材真要爆炸了 威力已经补下丹田血小径 巅峰强者自爆 整个天外天哪 怕都难以幸免 宗主的胆子啊 也威免太大了吧 当然了 如果不是实验的话 宗主啊 就是有着百分之百的把握 能保证不会暴露 丹药一定能够炼成 心中的一个理论 宗主不但给变成了现实 还施展着行云流数 丝毫没有犹豫 这啊 诸葛青云觉得自己快崩溃了 只听轰轰轰 聂云并未因为二人的经历不定啊 而停止下来 双眉竖起 这双展同时射出一道惊艳丹火 把这丹炉笼罩在内 炉里头啊 是剧烈震动的弹药之气 是不停的击弹 似乎随时都会爆炸 而这种爆炸的力量啊 始终它都没有发生 无论爆炸还是燃烧 都有一个临界点 只要你不超过这个临界点 即便你再剧烈 再沸腾 它也不会出现问题 聂云恰恰掌控到了这个临界点 对所有的药材爆炸点呢 都掌控在内 一层层抽丝剥茧 将所有药材是完美融合在一起 这种爆炉炼丹法 的确是前世和师傅提出的理论 聂云研究了数十年 终于讲之试验成功了 今生啊 三千梯度灵魂 加上第三形态的当火丹田 再次施展 简单至极啊 没有丝毫智库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 一股浓郁的丹气 从这炉顶透露出来 晃化成啊 一个个小人样 宛如有生命一般 是四处飞舞 发出尖蕊的名叫 丹气化形 难道是 道品丹药 看到这丹气啊 散发出来 就和有生命的东西一样 这丹王管秀 吓了一跳啊 丹药越高级 灵性越大 传说达到道品的丹药 那都拥有着 逆境第九重的 超强之力 散发的 这丹香啊 会和妖气魔气 一样汇聚成名丹 习天地灵气为寄养 缓慢修炼 光散发的丹气 就这么厉害了 足见呢 这丹药之强 只听轰隆隆 嗖 他的话音刚落 这巨大的丹炉 是轰然大开 伴随着丹炉的开启 一道金色光芒啊 在众人眼前这么一闪 急速就冲了出去 速度之快 丹田血竅性巅峰强者 都难以逼你 停下 光芒直射的方向 正是北长老诸葛青云 他一声爆喝 双掌啊 猛地推出 轰的一下 这光芒啊 于他打出的力量碰撞了 诸葛青云脸色一红 倒退了十几步 是光芒却威势不减 眼见就要冲出炼丹大殿 你下来吧 轻笑一声 念云向前一伸手 光芒立刻就停了下来 飞到了他的掌心 正是一枚金色的丹药 滴溜溜旋转 再也逃脱不出了 这是 倒聘丹药 被丹药一下给打伤了 诸葛青云脸色张红 他不知道 是羞辱还是兴奋 是 倒品丹药 他叫裂魂丹 把玩着手里的金色丹药 聂云说了 宗主竟然炼制成了 倒品丹药 听到他的确认 诸葛青云觉得自己这会儿要疯了 这个宗主 实在是推变态了 武道 剑道上 惊人天赋不说 光能炼出倒品丹药就这一样 就已经站在福田大陆最巅峰了 自从武道师统一福田大陆 人类有历史以来 他从未有人炼制成倒品丹药 自己最大的梦想 就是有朝一日能够炼成 为此目标也一直努力 倾尽全力修为 可是现在看来 自己再努力也比不上啊 真不知道 这个年龄不大的少年 还有多少惊世骇人的手段 没有施展出来 你们聊 下生前辈 千怀 你们俩跟我来 看到初葛青云的模样 聂云呢 猜出了他的想法 知道这件事情 越解释 越无趣 当即招呼一声 和老酒鬼千怀二人 同时进入了紫华洞府 聂云炼制这枚呀 猎魂蛋的目的很简单 收服天妖圣皇 让他说出自己呀 想知道的秘密 嗖的一下 三个人同时来到了 天妖圣皇跟家 你们又过来干什么 哼 想让我说出什么 做梦吧 天妖圣皇看到这三个人 又出现了 带着轻蔑之意 他冷笑起来 是不是做梦 你马上就知道了 你给我吞下吧 也不理会 他讽刺的话语 聂云手指这么一弹 掌心的裂魂的 就化作一道光芒 笔直的向他口中就飞了进去 刀品弹药 一进入体内 爆发出澎湃至极的力量 天妖圣皇啊 这一会儿只是觉得自己的灵魂 像是被刀给切了一样 开始碎裂成一块一块 你给我吃了什么 不 不 天妖圣皇 沉着的脸上终于露出了惊恐的容貌 修为已经达到秘精第九重 灵魂达到999梯度 他非常自信 念云能讲气给击杀 却无法让他屈服 怎么他都想不到 对方啊 只给他吃了一枚丹药 就拥有如此效果 生不如死啊 达到他这种实力 地品丹药 天品丹药 都没什么效果 难道是传说中的 盗品丹药 天妖圣皇终于感到了恐惧了 昏睡吧 我才是你唯一的主人 见天妖圣皇再也抵抗不住了 大圆满灵魂出现了裂痕 聂云先因配合蛊惑师天赋 再次施展 话语之中带着浓浓的蛊惑味道 是 你是我的主人 天妖圣皇眼神迷离了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终于 他是失去了自我的意识 我现在问你 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云轩 是你的分身 又是怎么回事 聂云开始问了 我是灵界皇王的一滴鲜血 透过革膜 形成的生命 天妖圣皇 缓缓说道 将他的来历 和云轩的事情是详详细细 说了出来 听了一会儿 聂云老酒鬼等人终于是明白过来了 原来呀 几万年前的妖人世界 的确是九幽族统治 现在这个天妖圣皇 是灵界皇王的一滴鲜血 凝聚而成 成长之后 夺取了九幽族妖人王者的位置 妖族啊 正因为这次内乱 才让武道师他们应运而生 统一了福建大陆 幽冥皇族啊 拥有御火重生的能力 一滴鲜血 就能凝聚一个生命 云轩呢 正是血液凝聚而成 被安排在福田大陆的棋子 天妖圣皇 故意封印了他的记忆 和血脉力量 让其更好地融入人类 好为统一人族 做个铺垫 当然了 这种血液延伸生命 也并不是这么容易的 天妖圣皇几万年的积累 也只延伸了两个 第一个就是现在的这副身体 他实力达到碎神镜之后 灵魂浮体到这个身体上 经过多年的苦秀啊 再次达到巅峰 第二个 那就是云轩 延伸出来的新生命啊 和独立的个体是一样的 并没有本身的修为 只有慢慢修炼 才能达到更高的境界 不过呀 因为血液生长 任何体质都一样 这个分身拥有啊 和本体相同的特殊天赋 也正因为如此 无论云轩 还是现在的天妖圣皇 都有魅音师天赋 听到这儿 聂云和老酒鬼等人 不由一阵失望 本以为 这个天妖圣皇 他拥有着什么更好的 突破秘境第九重的方法 可是现在看来 依旧和当年武道师一样啊 算了 还是等去北斗兴府看看再说吧 看样子 他也没有太好的突破方法 不然也不会这么突破了 聂云摇了摇头 回禀主人 我突破秘境 是按照武道师留下的方法 碎神碎体 破而后立 当我们妖人的历史上 有人成功突破过 秘境第九重 并未使用这种方法 天妖圣皇突然说了 哦 有人成功 说来听听 什么人成功了 你也云眼睛一亮 妖人的历史啊 要比人类历史 久远的多 人类历史上 没有人成功突破过 这不代表 妖人才没有啊 天妖圣皇 身为妖人最高地位者 对妖人历史 知道的非常清楚啊 或许 他能发现什么 蛛丝马迹 是当初 妖人黄族 九幽族的强者 天妖圣皇说了 九幽族的人 你也晕愣了 他突然想到什么 难道 你将九幽一族 几乎屠杀干净 就是为了想得到 正确突破秘境 第九重的方法 是 天妖圣皇 并未否决 九幽一族强者 曾不需要碎神 而突破过 逆境第九重 可惜 九幽阁主 已经死了 九幽阁主啊 是被聂云 用伪装之器 绑在圣皇宫的平台上了 早已经夺舍 失败死了 难道 要让自己 去妖人世界 询问 九幽阁的几位长老 对了 九幽一族的 九幽权杖 在什么地方 交给我 聂云问了 在我这里 天妖圣皇 手腕这么一番呢 一个权杖 就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这个权杖 只有三尺来长 通体无黑啊 不知道 是什么材料炼制而成 最前面 一个鬼头 是面容猙獰 是诡异莫测呀 不停的 散发出来自 幽冥的气息 结果权杖 聂云发现 权杖下方啊 成竹节状 这模样 和锁扣钥匙 有点相似 十分古怪 这九幽权杖到手了 是不是可以凭借这个 迷惑 迷惑九幽族的 几个长老 让他们将如何 突破秘境 第九重的秘密 给说出来 把玩着 这掌心的九幽权杖 聂云称死了 宗主 其实不需要再去找 九幽族的人了 就算找到 也没有用 要是有用的话 天妖圣皇 肯定不会 用破而厚利的方法 紧急了 似乎猜出来 他心中想的事情 老旧贵说了 也对啊 听到提醒 聂云那 恍然大悟地 消了起来 当局者迷 旁观者亲 刚才是光顾着 想如何找到 突破秘境 第九重的 这秘心了 可没想到这个 第一啊 要是九幽一族 还拥有着 这种突破方法的话 也不至于啊 被天妖圣皇 给灭族了 堂堂妖人 第一种族 变成大猫 小猫 两三只 所有人口 加起的不足一千了 第二 天妖圣皇 如果找到 正确方法的话 也不会使用 五道士留下的 秘法突破了 结合这两点 就能看出来 即便现在 跑到妖人国度 找到 九幽一族的长老 也肯定 得不到想要的讯息了 如何突破 秘境第九重 当年五道士研究过 之所以啊 不能突破 是因为咱们这个世界 缺乏灵界 特有的先天灵气 如果有这个东西 先祖也不至于啊 研究出 碎神之法 给突破了 这老酒鬼啊 摇了摇头 先天灵气 聂云叹息一声 先天灵气啊 无论是五道士 先祖 还是天妖圣皇 恐怕都找了 不知多长时间了 他们曾在时空乱流 深处啊 畅游不知多少年 都没找到 自己想要找到 几乎不可能 宗主 现在酒印已经积极了 我看还是想办法 进入北斗星府吧 传说这里 有先天灵气 和登天之地的 正确路径 只要能进入内殿 一切都会迎刃而解 老酒鬼说了 好 聂云点了点头 现在去北斗星府的东西 都已经准备好了吧 都已经准备好了 随时 都能出发了 老酒鬼笑了 很好 不过现在别忙 一个月后再出发 这些丹药 宝物 你给大家分一下 让他们在这一个月内 尽快提升势力 你也可以把他们呢 都带到时空龙区 一个月 那就是一百个月 足可以让整个人族 势力大增 沉思了一下 聂云说了 之所以啊 讲进入啊 北斗星府的时间 推后一个月 是因为聂云呢 忌惮夺舍重生的明洪和明星 要是这二人趁自己去了北斗星府的时候 带妖人公过来 福田大陆 人族的道统将会全部覆灭 登上一个月 人族势力强势了 对方啊 也没有什么动作 再悄悄过去 即便遇到危险 也能更好地应付 总之啊 去这个北斗星府 要非常谨慎才行 前世老酒鬼 带了这么多人过去 同样全军覆没 今生一定要成功啊 千万不能走这条老路 好 老酒鬼看着面前堆积如山的宝贝 灵药点了点头 还有 你将武道师流传下来的 破而厚立的突破碎神镜的方法 告诉我吧 我趁这一个月研究一下 看能不能找到更好的突破方法 聂云接着说道 老酒鬼取出一个古旧的书籍就递了过来 接过这个古旧的书籍啊 聂云看了一眼 就觉得一股武道意念流淌 杂念不生 居然是武道师祖 留下的真迹啊 咱们走吧 让聂云闭关研究吧 见他一下陷入沉思 千万呢 笑着拉着老酒鬼一下 好 二人当即 离开了紫华洞府 这二人 一个是神头啊 一个是曾经紫华洞府的主人 即便不需要聂云给帮忙 也能顺利离开 有了从天妖圣皇这里得到的宝物堆积 再加上时间呢 那是一比一百的时空龙群 九大宗门联合 形成的花滨宗 飞一般的发展 时时刻刻呀 都有人突破境界 很快一个月就过去了 这一个月啊 这明红明心呢 并未组织妖人进攻过来 反而啊 这整个妖人世界 是出奇的平静 仿佛天妖圣皇被抓了 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 一个月的时光 画云宗乃至整个人族 真正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几乎所有人呢 都晋升了一个大台阶 以前丹田血竅镜强者 整个大陆最多呀 也只有数十个 可是现在足足啊 有三百七十多个 甚至这新增加的丹田血竅镜 巅峰的强者 都有了数十个 非但如此 老酒鬼等人在修炼了 武神拳之后 也是精神迸发 实力啊 都有了飞跃的提升 整个人族出现了 一番欣欣向荣之态 顺带的福田大陆啊 都带着燃燃生机 不过一个月的研究 聂云呢 并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武道师先祖 留下的破神镜突破方法 的确构思新颖 夺天地之造化 但正因为缺乏了 先天灵气这种东西 才施得无法成功 看来呀 不管怎么说 都需要先天灵气来支持 否则的话 想要不通过碎神就突破 绝对是不可能 一个月的时间 不光研究碎神境的突破方法 聂云还利用了 金髓灵液 讲父亲的灵犀链体诀 彻底给进击到了第六重大乘 自己也顺利达到了第六重大乘 肉身实力进步 三千梯度的灵魂也更加稳固了 让聂云的总体实力 比起当初和明红明星战斗的时候 是更加强悍了 小龙这段时间 依旧是吃河不断 有了海洋般广阔的金髓灵艳 他吃的 那叫不亦乐乎 一个月的时间 聂云和父亲炼体 并未使用多少 反倒是他 吃的是差不多了 偶尔这无聊的时候 聂云也曾经试探过小龙的实力 比现在的他还要强 他很显然 已经超过了秘境第九重了 但问他 怎么修炼他 他也不知道 每天除了吃就是吃 能在吃饭中突破 恐怕整个福田大陆 也只有这么一个怪胎 才能成功啊 没人能够复制啊 空闲的时间 聂云还借用 从天妖圣皇那里 得到的巨大物资 炼制出了数百枚福禄 这些福禄 一经使用 就会释放出自己的全部力量 将这些福禄放在化云中 相当于人族的一个底牌 一旦他要离开了 妖人赶过了金宫 担这些玉盘 就能够让他们喝上一壶了 曾主 一切准备妥当 咱们出发吧 一个月之后 老酒鬼啊 将去北斗兴府的人给找齐了 来到了聂云面前 走吧 聂云也点了点头 这次去北斗兴府啊 危险至极 并未让父母姐姐随行 骆青城百花修等女 非要跟着来 又不过 只好随着他们 不过呀 也只是去了骆青城百花修 一清三个人 至于其他人呢 东西南北四大长老 坐手天外天 也不跟着 千冠等人呢 则是跟了过来 这一行人 经过聂云呢 仔细甄选 只留下五十名 丹田血啸镜巅 巅峰强者 其中呢 包括 十八妖皇和聂云自己 其他人全部留守 防止妖人偷袭 天书天玄 天机天拳 月横 开阳 妖光 七剑冲 监宗主同意了 老酒鬼凌空来到了 林霄鼎前面的练武台上 手掌向上这么一抓 开启 北斗星府的七剑 就从他的掌心 飞了出来 悬浮空中 散发出惊人的威势 北斗星府的位置 没人知道 想要寻找 只能借助 这七柄剑进行定位 七剑寻找 老酒鬼手掌 这么一抓 十指五动 连连结出手印来 瞬间整个天空 都被手印给布满了 那是密密麻麻的印记 和七剑这么一碰 这七剑 立刻镇守七星防卫 和天空中的七星对应起来 这就嗡一下 这七星射下光芒 整个七剑彻底的荣耀了 这后者仿佛 得到了某种感应一般 汇聚在一起 这剑尖啊 同时指向了一个方向 宗主 旗舰已经找到了 北斗星府所在的位置 咱们跟上去吧 看到空中的场景 老酒鬼笑了起来 走 伴随聂云的低呼啊 所有准备好的强者 同时啊 从天外天飞出来 一个个气劲呢 穿越千古 是激荡九州 撕裂空间 紧跟在七柄长剑上 就飞了出去 这七剑越飞越远 众人跟在后面是走走停停 一共走了 整整七天 突然在一处 停了下来 宗主啊 北斗星府应该就在这里附近 老酒鬼转过头来 对聂云说道 哦 在这里 这里已经远离福田大陆了 嗯 这一停下来 聂云左右环顾一周 突然他想起了什么 脸色陡然变了 眼前这个地方 已经远离福田大陆 在遥远的时空深处 时空乱流之中 没有参照物的话 很难辨认方向 这个地方已经距离大陆太远了 即便聂云的灵魂都触摸不到 所以啊 这一时之间 也没分辨出具体到了什么位置 这里是 是 虽然很难辨认 最后还是扔出来了 这里正是前世 他被妖人偷袭而陨落的地方 万界山 北斗兴府竟然在万界山 这 怎么可能啊 前世 这妖人入侵大陆 生灵涂汰 为了解救当时的危机啊 寻找 突破奇迹 在时空乱流 深处寻找 误打误撞 来到了万界山 得知其中留下的远古文明之中 带有能让自己突破的东西 在这里 自己被藏鸿翼等妖灵附体的人设计杀死 自己啊 也讲之 秃鲁干净 在这里 他找到了远古文明 体内的无名法觉 因此而来 在这里 死亡的时候 带着浓烈的不甘 强烈的怨恨 重生三百年前 是恍然一梦 原本以为 这段痛苦的回忆 再也不会出现了 没想到金生啊 再次来到这里 只不过 前世和自己一起进来的这些兄弟 已经全部 不复存在了 藏鸿翼 胡奎 被自己给击杀了 其他的人 连破空镜 还没达到 为了防患于未然 聂云已经 出手全部给杀掉了 这样做 并不是他心狠手辣 而是对待潜在的危机 必须提前清除 否则的话 一旦任由成长起来 吃亏的 那不还是自己吗 前世 刚触碰到远古文明 就被偷袭了 并未仔细观察呀 或许金生 能够详细观看 找到无名法觉的 真正要义 这脑海之中啊 突然蹦出一个想法来 聂云的所有感慨和实路 是一扫而空 虽然是不知道 这无名法觉从何而来 能让人改变血统 延伸天赋 但他可以确认 绝对和万界山 这一战有关系 万界山 被最相信的兄弟们 给杀死了 心中产生了浓浓的不甘 恨天恨地 恨造化弄人 正因为这样啊 他不惜施展秘术 将所有人给击杀了 正是这个时候 触碰到了远古文明 留下的东西 才导致灵魂重生 穿越三百年 今生的实力啊 比前世强大 实在推多了 前世出现的那些事情 肯定不会重蹈覆辙 或许能够真正啊 看清远古文明 留下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经过感悟 让他对无名法觉的领悟 更加深切了 就好像今生重新观看 九转涅槃宫 灵溪炼体觉是一样的 拥有诸多天赋 眼光啊 已然和前世 有了巨大的改变 要是无名法觉 也因此而晋级 甚至不需要特殊之计 就能运转 真就赚大发了 虽然兴奋 聂云心中啊 也是生出一个疑惑来 如果这北斗兴府在这里 那么前世老酒鬼等人 也肯定进入了这里 两世为人都要来这儿 目的都是为了寻找突破的奇迹 难道冥冥之中 已经有了天意不成 宗主 宗主 见宗主陷入沉思了 老酒鬼喊了两声 哦 我没事 只是想起一些事情 过去吧 回过神来了 聂云抬头看去 只见指引方向的旗舰 已经停了下来 这箭尖啊 这方向 是一个巨大的时空龙区 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这个时空龙区啊 和其他的完全不同 隐藏在时光混乱之中 看不清里面到底有什么 这个时空龙区 和其他的不同 囊括万界 所以被称为万界山 进去之后 一切听从我的吩咐 不准私自行动 看了一眼 发现这个地方 和前世来的时候 并无两样 聂云这才转头吩咐 万界山啊 顾名思义 囊括万界 带有不可思议的文明和历史 前世聂云进入并不深 所以很多地方啊 也不太明白 是 众人呢 都应了一声 见众人都答应下来了 聂云大手这么一抓 便将七柄长剑 守进丹田 当先破开时空 阁膜就钻了进去 嗖嗖嗖 老酒鬼等人呐 尾随其上 也跟了过来 就在聂云刚刚 近去不久 这寂静的时空乱流之中啊 一连串的身影 是突兀出现 这些人一出现 满空妖气弥漫 带着诡异莫名的气息 正是天妖圣皇 辛辛苦苦召唤下来 夺舍成功的 明红明星 以及诸多游人 明红 你确定没有跟错吗 他们进入了这里 跟明星问了 放心吧 我不会有错的 北斗辛福 就在这个万济山中 咱们没有北斗旗舰 只能悄悄跟随 然后在适当时机出手 利用皇王留下的手段 一举将辛福练化 只有这样才能戴罪立功 不然皇王要拐罪下来 谁都吃不了 兜着走 这明红啊 他是冷哼一声 那快些走吧 别让他们杰族先登了 这明星点了点头 当先呢 向前飞去 有我在 他们不会成功的 哈哈哈哈 敢设计我们 放心吧 这个聂云这一次一定会死 而且会死得非常之惨 明红冷笑 声音带着浓烈的恨意 紧跟在 明星身后就飞了过去 二人进入了时空龙区啊 他们身后的妖人 这才紧跟着飞了过来 如果聂云呢 在这里就会发现 这些妖人每一个 竟然全部都是 丹田血桥镜巅峰 这密密麻麻的 足有数百之多 数百个丹田血桥镜巅峰的妖人 真不知道这迷心 迷洪二人 从什么地方给弄来的 不过这些妖人 一个个眼中啊 都没有什么光亮 呆滞了一半 仿佛没有自主的灵魂 恐怕突然呢 多出这么多实力强劲的妖人 是他们利用了某种秘法 并且付出相应代价 才得到的 念云可不知道 身后还跟了无数妖人 不过就算不知道 猜也能猜出八九不离十 一个月的时间 这迷洪迷心都没动静 肯定在进行某种大阴谋 在天妖圣皇的口中 他也得知这两个使者 来的主要目的 为了就是北斗幸福 自己现在利用西剑已经来了 他们怎么可能放过这个机会 就算知道 念云并不介意 万劫山危机重重 有时候啊 利用这些妖人汤水 比自己等人冒险前行 要好得更多 呼的一下 剧烈的晃动之间呢 念云等人进入了万劫山 所在的时空龙区 一进入西中啊 众人就看到满眼的云雾 整个世界似乎啊 都被云雾给还照了 什么都看不见 大家小心 这是落云之海 能够吸收灵魂力量 让人看不清远处的东西 紧跟在我后面 最好手拉着手 不要掉队 不然掉入时空暗流 谁也救不了你 看了一眼 念云呢 脸色凝重 这落云之海 是一种特殊的雾气 能够吸收啊 散发的灵魂 让人呢 是无法向远处窥探 这种情况 和当初在落取墓里 有些相似 只不过呀 这个雾气 要比落取墓中 强大实在推多了 如果修为不够的话 你别说灵魂延伸啊 就算飞行 都非常困难 只见哗啦一声 念云的吩咐声刚结束啊 就觉得掌心 一阵滑腻 一个御手 塞了进来 转头一看 正是落青城 这次来这里啊 这落青城 正是坚定不移 非要过来的人之一 虽然经过 这一个多月的修炼 他的修为再次有了突破 达到了破空境的巅峰 但来这里啊 依旧有很大的危险 可他说什么都不听啊 非要过来 虽然明面上没说 但眼中蕴含的真情 确实啊 连铁石都能融化 最后逼不得已 念云只好答应他的要求 行程 这是防御之气 一旦遇到危险 就启动防御之气 这样啊 能减少些危险 见女孩安静的眼神 看了过来 平静如水 聂云摇了摇头 他轻轻啊 捏了一下他的手掌 传递过去 几道防御之气 虽然现在的实力啊 比前世强大很多倍 但万纪山 实在是忒危险了 即便是三千梯度的灵魂 也有可能陨落 也有照顾不到的地方 所以啊 一切还是小心为好 谢谢 骆青城感到对方掌心的 这温度和关怀 脸色一红 他点了点头 走 大家快点吧 这聂云吩咐了老酒鬼等人一声啊 这里是云雾环绕 别人可能看不到东西 但是聂云身为天眼师啊 将周围的一切 那是看得一清二楚 带着众人小心翼翼 向前飞掠而去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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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飞行呢 一阵刺耳通明 一大片黑影是扑面而来 是在落云之海生存的 永不受 每一个都有破空境巅峰的实力 大家可要小心了 看到这群黑影 聂云呢 瞳孔异缩 这云雾兽 一云而生 赴云而活 每一头都强大无疲 无物不吞 无物不吃啊 前世聂云呢 走了足足一天才遇到这个东西 没想到今生呢 才一进来就看到了 还真够倒霉的 你们先进洞府 嗯 不对 这云雾兽 他拥有极强的嗅觉 只要有人类的气息啊 即便相隔极远 他都能闻到 这聂云天眼提前呢 就将这些东西看到了 用庞大的灵魂力将众人身上的气息给隔绝了 尽管如此了 依旧没想到这些东西速度这么快 已经听到风声 再晚上片刻的话 肯定就会对人呢 进行袭击了 难以逃脱啊 身体一晃 聂云就将众人收进的紫华洞府 却是惊讶的发现啊 这个洞府啊 没有丝毫效果 不能将人给收进去 万劫山蕴含万劫 包运空间 无杀奥秘 除了纳武丹田 任何空间灵兵 这洞府啊 都会失去效果 无法使用 那你们先进入纳武丹田吧 对众人传音医生 聂云打算将他们收进纳武丹田 他的纳武丹田 已经进行到第三形态了 已经能够收取活人 虽然里面没有时间空间法则 短暂时间内 暂时啊 倒还是没有问题 喉咙一下 精神一动 丹田还没产生犀利呢 聂云就觉得脑海一阵 一个古老的意念 在脑海之中响起 随即嘴巴张开了 他静止在原地静静聆听 似乎啊 有点傻了 这个古老的意念 是苍茫古朴 带着横传千古的 跨越亿万年的沧桑 在脑海形成了 是雷音一般 想车心飞 虽然语言呢 并不是现代人族的 但是对拥有天稿式的 聂云来说 不成问题 瞬间彻底听懂了 意念说的非常简单呢 就是在这里不允许使用 纳武丹田 将人收进去 想要走到万劫山的尽头 必须亲力亲为 听到这个意念的意思 聂云明白过了 万劫山似乎是一个巨大的考核 而钻进纳武丹田 空间灵兵 洞府 纯属啊 是作弊呢 这是不允许他 聂云 即便是达到了三千梯度的灵魂 在这个古老意念跟前 依旧是渺小至极 直到规则只能遵守 想要改变 至少现在没有这个能力 轰隆一声响 紫华洞府啊 丹田 都没讲众人收纳进去 时间反而耽误了 聂云从苍茫古朴的意念之中 恢复过来 就看到漫天的云雾兽 已经来到面前了 哈 是人类 有人进来了 杀 达到破空境巅峰的云雾兽 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智慧 能够口吐人言 人类对他们来说是最大的养料和食物啊 一生生纷乱的意念攻击啊 嘶吼着 无数头云雾兽 笔直着 对着众人就冲了过来 战斗吧 聂云脸色一凝 剑神之剑 出现在掌心 他轻轻的 这么一抖 面前形成了一个完全由剑光组成的幕布 将急速冲过来的这云雾兽就挡在了面前 破空灭迹无伤大剑术 知道情景危急啊 不敢留后手了 聂云之剑就来着一个最大的攻击 搜搜搜搜 剑盲所到之处啊 这些云雾兽没有丝毫阻拦 全部被削碎了 变成一堆堆啊 碎肉了 无数妖兽金河悬浮在空中 滴流游旋转 这些云雾兽的金河没有任何杂质 是纯粹的能量 可以抓来吸收 咱们要快速前进 不要被这些东西给缠上了 云雾兽啊 是落云之海诞生的一种特殊的生物 身体啊 完全由云雾组成 能量纯净 金河让人吸收的话 和但有无意 属于啊 大补之物 念云精神力强大 一眼就看出了这个问题 是放声疾呼 老酒鬼等人听到这个消息啊 联盟用法力 汇聚各种各样的手掌 将空中漂浮的金河 就给取了过来 吞入咽喉 果然觉得体内啊 甚至挽留四亿 口齿流响 好东西 我们也来 知道这云雾兽的价值了 众人眼睛全都亮了 一个个急速的对着云雾兽就冲了过去 各自施展手段 一瞬间暴风雨一般 法力在空中炸开 云雾兽是一头一头陨落了 能跟随聂云来这里的 实力最差的 骆青城都已经打倒了 破空境的巅峰 而他陨落之功啊 配合哲义之间 即便丹田血啸境巅峰强者 都未必挡得住 面对只有破空境巅峰的云雾兽 并没有什么可怕的 一声嘶吐 这些人类该死 杀 念云等人全部动手啊 杀的云雾兽也有点老了 这兽群中啊 一个尖锐的嘶吼声 随即啊 越来越多的云雾兽是冲了过来 恨不畏死啊 甚至还有一些云雾兽啊 一来到跟前就引爆金河 自爆了 让众人一个个手忙脚乱 是措手不及啊 宗主 云雾兽无穷无尽 这样耽搁下去 咱们就算实力强 也会被活活给困死他 必须想办法冲过去 坚持了一会老酒鬼一脸担忧的说道 嗯 你们现在跟在我身后 我杀出一条道路 咱们向前冲 这点聂云也已经看出来了 当即啊 转头吩咐了一声 脸色低沉 是 众人都知道宗主的实力啊 身不可测 也不推辞 当即啊 就排成一队 各自相连 死 见众人准备好了 聂云强大的灵魂力 配合仙音师天赋 猛的扫射开来 汇聚成啊 一道细线 向前是急速狂冲 砰砰砰砰 只要被仙音碰到了 云无首 无以幸免 全部惨酷一声 碎裂成肉块了 是纷纷坠落 众人面前立刻出现了一个宽阔的通道 骆青城和易青等人 见过聂云实战这招 并不意外 其他人看到宗主 这么一喝 这威力这么巨大 全都给吓了一票 一下能讲如此多的破空镜 巅峰强者妖术 给喝死了 想杀他们肯定简单至极呀 不费丝毫功夫 走 不知道众人的感想 聂云当先向前飞行 众人呢 是紧跟其后 一路快速前行 眨眼功夫 就飞行的大约十万公里 结果却发现了 眼前的云雾兽 好家伙 这丝毫没有减少 似乎整个落云之海 在不停的炎化 人走到哪里 这云雾兽就跟在哪里 是无法逃脱呀 万劫山是分层的 咱们这是第一层 这样硬冲的话 不可能逃脱 只有找到这层的出口 进入第二层 这危机才能解除啊 走了一会儿 聂云讲前世的记忆 一点一点回忆起来 他说了 前世在这落云之海呀 也曾遇到过云雾兽 不过当时 走了整整一天 刚巧到了一个 带有隔膜的空间门户前面 也只是啊 厮杀了一会儿 进入门户 之后这云雾兽啊 便不再追赶了 现在回忆起来 万劫山呢 应该不是一个独立的空间层面 分为好几个 想要躲过这些云雾兽的空击啊 只有一个办法 进入第二个层面之中 主人说的不错呀 根据我们妖人历史记载 万劫山分为九个层面 每一个都不相同 越向上越南 而北斗兴服 正是坐落在第九个层面之中 突然人群之中的天妖圣皇 真的插话了 天妖圣皇 现在已经成为聂云的傀儡了 也跟众人混在一块儿了 刚开始的时候啊 这虚云 蛟龙下全 等人听说这个是天妖圣皇 全都吓了一跳 当知道这个妖族第一人 竟然被宗主给收服了 差点活活给吓死 和妖人作战多年 他们可知道天妖圣皇 在妖人之中地位和实力 如此强者都被宗主收服变成傀儡了 让他们对这次进入北斗兴服 是更增添的几分信心 九个层面 这北斗兴服在第九个层面之中啊 聂云扎舍了 前世他和所谓的结拜兄弟 只进入了第三个层面 就出现了变故 并不知道一共有几个 他也不知道 北斗兴服的事情 没想到万劫山一共有这么多层面 难怪之前 无数人想要进入北斗兴服 没能成功啊 即便侥幸进入外围 也深死到雨 光这九个层面 就不是一般人能够成功度过的 你还知道 关于万劫山的什么消息 聂云接着问了 这些都是当初 我从九幽族密心当中得知的 其他并不知道了 天妖圣皇摇了摇头 嗯 好 你和小龙 侠行前辈 在这里守护大家 抵抗云雾兽的进攻 我去寻找一下 第二层的入口 在什么地方 找到之后 我会回来 带你们过去 知道天妖圣皇 已经变成傀儡了 知无不言 言无不信 说不知道 肯定是不太清楚 聂云当即啊 也不多问 吩咐了一声 是 天妖圣皇 答应的非常痛快 聂云呢 前世虽然也进入过第二层的门窟 但前世 没有天眼天赋 实力啊 又比不上现在 能够找到全凭摸索和运气 这就和黑夜走路一样 没有参照物的情况之下 即便是记忆力再好 你走上一天 恐怕也会记不清 到底走了什么方向 去了什么地方 考虑到这一点 聂云决定啊 亲自寻找通道 他拥有了第三形态的天眼天赋啊 又有三千梯度的灵魂 寻找起来啊 会简单很多 至于明洪等人呢 会不会追上来 恐怕他们自己现在 也已经自顾不暇了 想要追上众人 并没有这么容易 而且即便追来也没什么 有小龙在这里坐镇 你别说明洪明新了 就算当初那个明江 多舍成功了 恐怕都未必是他的对手 只不过小龙这家伙 有些懒惰 不轻易出手而已 搜 交代完了 聂云凤凤之意展开 偏行之气运转 一个闪烁 就从众人眼中消失不见 周围的云雾瘦很多呀 但聂云一个人的速度 实在是推快 当对方看到发出攻击的时候 人家已经飞远了 你根本就追不上 十来个呼吸的功夫啊 飞出了数百万公里 嗯 那是什么 突然呢 天眼照射之下 一个巨大山峰模样的东西 出现在眼前 这个山峰啊 和落云之海同样的颜色 白雾一般 融入了周围的环境之中 天地一色 如果不是有天眼 这个天赋 而且又非常强大 你根本就什么也看不出来 是一头巨大的云雾兽 哦 这其他的小云雾兽 都是他给弄出来的 仔细看了两眼 聂云终于是弄清楚了 山峰的轮廓 眼睛都灯圆了 这哪里是什么山峰啊 而是一个巨大的云雾兽 横贯数万公里 高也有几千公里啊 这嘴巴一张一盒之间呢 就有数万头 云雾兽从他的体内 是喷射而出啊 能喷射云雾兽 超出灵涅云的想象 这应该是云雾兽的王者 如果能将这家伙给击杀了 云雾兽应该会自动溃散 想到这一点 你也云眼睛可亮了 不过 这个云雾兽的灵魂核心 他在哪呢 心脏又在哪呢 找不到要害呀 就算想杀他 也杀不掉啊 这可不像啊 说一扣板击就打到他脑袋上 他就死翘翘了 这个你找不着啊 想要动手 捏云想起一件事来 他又陷入了郁闷之中了 这头云雾兽王者 身体呀太过巨大 那比一个山脉都高 如果找不到要害的话 就算是用剑披上他一天 恐怕有无法将其击杀 这连对方有没有灵魂 有没有心脏都搞不清楚 这怎么击杀呀 而刺像其他地方 看他这巨大的样子 应该呀 是不会造成任何伤害呀 好 有办法了 心中啊 正在焦虑 你也云眼睛亮了起来 他站起身来 向前这么一动 化为一道长风 掌心呢 风魔青龙几就扬起来了 法力灌输 灵魂狂有 笔直的气浪 巨风一般 形成一道细长的裂风 对着眼前巨大的山风 就劈了过去 轰隆隆一声响 气味道 事先成 这巨大的云雾兽王啊 似乎觉察到了危险 发出雷鸣般的轰鸣 宛如啊 像鼻子一般 这样的出手 就迎了上来 是震碎了无数空间呢 就是现在 天眼武道之气运转 看到对方要反击了 聂云心中疾呼 武道 天眼丹天 融合产生的 天眼武道之气 运转开来 一股玄妙的意境 融入脑海 嗡嗡嗡嗡嗡 眼中啊 再次出现了无数红点 连接起来 就是云雾兽王 即将攻击的路线 同时啊 一个巨大鸣心 就出现在事业之内 经过仔细研究 这聂云知道 天眼武道之气了 不但呢 能绘画出敌人 即将进攻的路线 还能看出 对方的弱点漏洞 明白这个红心 正是云雾兽王 要害所在 心中一息 武道破虚拳 武神拳 天手施天赋融合 心中长呼一声 聂云呢 是气己不用 左手武道破虚拳 右手武神拳 同时啊 天手施天赋 扣之入微 那是纤细如发 快速将两大绝招 融合在一起 就形成了 一股逆天而生的力量 笔直着 向着红心 就冲击而去 小辈 你可恶 这云雾兽王 似乎没料到聂云呢 能这么快 找到他的妖怪 轰鸣声啊 之中还夹着着 浓烈的惊恐之意 横贯数千公里的大嘴 转过头来 就攀射了 这狂勇的气流 汇聚成无数的 云雾兽 一个个 离闲的剑士 带着必杀之意 散发出漫天红光 把聂云就给包裹了 这是云雾兽精血 所化的必杀招数 不过没什么 元气是天赋 吞噬 聂云瞳孔这么一缩呀 他也不逃走 双手向上这么举起 体内元力丹田呢 猛然旋转起来 只听轰隆隆一声响 漫天红云 被元气师丹田形成的 灵气漩涡给集中了 绞成无数碎末 宛如大捕之物一般 被聂云给吞入了体内 与此同时啊 武道破虚拳和武神拳 形成的混合拳法 打在云雾兽王的要害之处 这后者惨呼一声 重重倒在地上 失去了生命体系 搜搜搜 云雾兽王这么一死 所有的云雾兽 仿佛兽精了一般 发出尖锐的吼叫 再也不去围攻人族了 乌鸦鸦四散开来 果然如此 看到云雾兽的举动 聂云眼睛都亮了 群居性的妖兽啊 拥有这样一个智力 只要蒋这兽王给击杀了 他们会不攻而散 犹如一盘散沙 过来 大手这么一抓呀 就把这云雾兽王的金盒 给拿在掌心里 云雾兽王不知道 是什么级别 但绝对他不低于 丹田血敲镜边风 如此实力强者的金盒 自然更加珍贵 拿在手里 聂云就觉得 一股一股 雄魂的力量 是暴冲而出 似乎实力啊 不计 你别说炼花 你连拿你都拿不住啊 吞了 聂云这一张嘴 就把这金盒 吞到了肚子里 咕噜噜噜噜 金盒入腹 体内立刻激荡出一股 热水沸腾的声音 随即叶云就觉得体内咔嚓一声 嗯 又有丹田晋级了 急忙向七海内看去 只见排行第五十五位的 伪装师丹田 第六六旋转 变成了丹青色 达到了第三形态 伪装师天赋啊 还是在剑神中 晋级的第二形态 之后因为使用的少 一直没怎么晋级 没想到这时候 他突然晋级了 难道因为云雾兽 由云雾而生 能够随意改变形态 所以他的金盒 对拥有同样功效的 伪装师 有增益的效果 聂云心中冒出 这么一个想法来 经过这段时间的研究 似乎丹田晋级形态 有某种规律可言 只要是一种天赋 用的多了 运转的厉害 就能突破形态 不过呀 最多也只是达到第三形态 想要晋级呀 第四形态 几乎不可能 至少目前没有一个丹田 能达到这种形态 现在看来 不光使用这个丹田 一旦得到与之相对应的补品 同样能让其晋级 伪装丹田 他就是这个例子 伪装师第二形态 可以伪装成妖兽 不让别人发现 看看第三形态 有什么进步 丹田那么一转 达到第三形态的伪装天赋 运转起来 轻刻之间 聂云全身的骨骼气息 立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哎呦 竟然连对方的攻击招数 都能伪装出来 聂云吓了一跳 之前呢 这伪装师第二形态 你只能伪装他的模样 灵魂气息相似 没想到 这第三形态 连对方的攻击招数 那都能模仿出来 虽然只是同级别的模仿 力量呢 也不超过自己 就算是如此 那也非常可怕 好像啊 你看到别人施展无上大剑术 模仿成他 一样能打出和无上大剑术 这几乎一模一样的绝招 虽然从根本上不是这个绝招 一旦交手就会穿帮 那单从外表上来看 完全呢 可以鱼目混珠啊 谁都看不出来 哎呦 这不会是排行第五十五位的天赋 可怕呀 不过呀 这个禁忌对聂云来说 作用不大 他本身拥有武道师天赋 别人的绝招啊 只要看上一遍 就能模仿下来 甚至啊 重新创造出来 这种山寨的模仿 反倒啊 有些急累了 嗖嗖嗖 就在聂云呢 研究新进的伪装师天赋的时候 听到一阵呼啸风声 转头一看 只见老酒鬼等人摆脱了云雾兽的纠缠 来到跟前 宗主 这个是 这云雾兽亡死亡 已经没了那种隐藏在落云之海的能力 先露出形体来了 飞来的众人看到如此巨大的云雾兽 同时吓了一跳 这应该是云雾兽亡 我刚才讲气给急杀了 这才让云雾兽出现了慌乱 见众人来到 聂云呢 也不再去想伪装天赋的问题了 他笑着回答 哦 原来如此 厉害 听到解释了 众人这才明白 为什么一直围攻的 这云雾兽突然发疯似的逃窜了 原来宗主啊 在这解决了他们的兽亡啊 走吧 见众人到齐了 并无太多损伤 聂云松了一口气 当先向前飞去 没了云雾兽的纠缠了 尽管呢 落云之海 迷茫 让人看不清东西 走起来呀 并不复杂 很快众人就看到一个空间隔膜出现在眼前 这个空间隔膜啊 是悬浮在众人头上七八米宽窄 一股股特殊能量 不同的浮动 将两个空间呢 给阻隔开来 啊 这就是进入第二层的空间门啊 大家跟在我后面 进去 千万不要掉队 聂云再一次嘱咐 他右拳捏起 猛的向上就吹击 轰的一下 这空间门上的特殊能量 撕扯出一道通过一个人的裂缝 身体这么一划呀 他就挤了进去 众人呢 紧跟在后面 是鱼管而入 一进入这个空间门 聂云顿时感到一股萧瑟之意 是扑命而来 眼前一股凋零的黄意 进入眼帘 这是沙漠啊 一个小小的空间门 隔绝了两个世界 老酒鬼等人也进入了这里 看到眼前的场景 不由感慨呀 出现在众人眼前的 和之前的云雾 环绕不同 竟然是一个巨大的沙漠 这个沙漠 那是以往无际 炽热无比 走在上面 即便众人实力强劲吧 依旧是觉得 干渴 燥热 说不出的难受 这是深入灵魂的干渴 咱们必须快点 不然恐怕 还没找到第二个空间门 咱们就会被渴死在这里 聂云眉头皱起来了 稍微达到众人这种水平 就算十年不吃不喝呀 也不会产生饥饿 干渴的情绪 才进入这里 就觉得一阵干渴 就连聂云都觉得 心中隐隐有些发汗 这是一种灵魂上的干渴 而不是肉身的 所谓的望眉止渴 正是与之相反的意思 没吃到没 确实能解渴 可是现在这情景 灵魂上生出一种干渴的欲望 这个地方讲人呢 想要喝水缺水的欲望 是勾引寄来了 却无法满足 即便给出你一个海洋 让众人磕了 恐怕依旧会被活活咳死 这就是灵魂干渴的可怕 宗主啊 这里灵魂似乎也遭到了压制 无法远视 突然老酒鬼说了 听到他的话 聂云精神这么一宁 可不吗 果然发现了 灵魂也遭到了压制 就连他 都只能看出 几万米以外的情景 再想远 不可能了 幸好这里和落云之海 不一样 视野开阔 即便众人没有天眼天赋 看数十里 还是没问题的 空间门在那个方向 咱们快点走 聂云前世依旧来过这里 知道空间门的确切位置 当下不坐停留 当先就向前飞去 众人是紧跟其上 嗖嗖嗖 就在众人飞行的时候 突然一道绿光 从沙漠之中闪烁而出 对最前面的聂云就飞了过来 这速度之快 是害人听闻 死了 聂云眼睛眯起来 剑神之剑化作一道剑光 连续两下 这绿光啊 就被斩断好几节了 吊在了地上 不停的如动 这是 追心蛇呀 他能感到跳动的心脏 专门撕咬活人 看到地上断成好几节的东西 老酒鬼脸色变了 追心蛇实力并不强 每一条只有纳虚镜实力 但是啊 是神出鬼没 就跟变色龙一样 隐藏在沙堆里 谁都看不出来 一旦出现速度之快 令人是防不胜防 而且体内拥有剧毒 要是被咬上一口 丹田血鞘镜巅峰强者 那都难以逃脱呀 他的话还没说完呢 就听到身后一声叹咕 啊 紧接着众人就看到 十八腰黄中的一个 倒在地上 不停的抽搐 嘴角啊 泛起了白沫 好厉害的毒啊 这聂云屈指这么一弹 就将腰黄手臂上 咬着的一条网 追心蛇给炸成粉末 两步走上前来 大手一抓 剧毒之气 就将寝入他体内的毒液 给抽了出来 号称大陆 最厉害的毒药 妖明咸业 和千辛寒毒 碰到丹田血孝经 巅峰强者 都无法将其给毒死 这种毒液 感染了一下 就让这腰黄抽搐了 也忒可怕了吧 不过这些毒液 虽然可怕呀 对拥有剧毒 丹田的他来说 这不算什么 剧毒之气呀 这么一转 就将这股子毒液 吞噬进入体内 吞掉了剧毒 念云爵的实力啊 再次增加了一次 他点了点头 搜搜搜 但突然呢 在地面上 再次跳出了 十来条毒蛇 飞向众人咬去 哼 看到这种情景 聂云也不出手 一声冷嗑 庞大的灵魂 配合仙音师天赋 宛如畅想的天地大道 不容侵犯 只听胖胖胖胖 跳出来的毒蛇 瞬间就炸成碎肉了 一股股毒液 生成起来 被聂云呢 给吸收进入体内了 哎呀 连这种剧毒 他都能吸收啊 这些人里头啊 除了千患 知道聂云 可能有剧毒天赋以外 并不知道 宗主啊 还有这种 让人弹指色变的能力 看到他 轻而易举的 把这些毒液给吸收了 面不改色 吓得脸色都变了 快走吧 看到他们的表情 聂云知道 他们在那想些什么呢 知道这时候 不是解释的时候 手掌这么一压 一股强大的力量 积在地面上 只听 胖胖胖胖 一连串 脆响 沙漠中隐藏的 追心蛇啊 全被一掌打死了 毒液 再次吸收入体内 虽然 追心蛇的战斗力不强啊 但是毒性实在是太过猛烈了 甚至啊 能沿着法力攻击别人 正因为如此 众人即便呢 能轻而易举的 将其击杀都不敢动手 这聂云呢 这样肆无忌惮 是他们之前呢 那连想 他都不敢想的 走 一路前行啊 为了防止意外 聂云都是走在前面 先将沙漠下隐藏的追心蛇 给震死 然后啊 再让众人飞过去 聂云 我不行了 我好渴 这样走起来 速度并不坏 走走停停 大约走了半个小时 突然一声低呼 一个人影倒在地上 脸色惨白 嘴唇都发干了 聂云转过头来一看 正是啊 一起跟来的百花修 他和骆青城一样啊 实力啊 只有破控镜巅峰 灵魂并未达到灵级大圆满 这种灵魂饥渴的欲望 实在是推强了 让他坚持不住了 看了一圈 不光他变成这样 众人全部一个个 嘴唇发干 气息萎灭 这个地方 灵魂饥渴 忽可 忽可怕了 众人灵魂最高的老酒鬼 也不过是地级大圆满 他没法承受啊 牧生之气 治疗 直到这样下去啊 众人肯定会被活活咳死 聂云眼神凝重 身体一抖 这牧生丹田呢 旋转释放出了 数十道 牧生之气 向众人飞了过去 嘖嘖嘖嘖 牧生之气啊 连受伤的灵魂都能治疗 治疗这种灵魂饥渴并不难 众人只觉得全身一震 随即灵魂中啊 这种饥渴状态 减弱了不少 眼神之中啊 再次焕发光芒 前世聂云来到这里的时候啊 也差点死了 如果呀 不是毅力惊人 恐怕根本坚持不到第三层 有了牧生之气维持 众人呢 舒服了许多 再次一路前行 走了将近一个小时啊 终于看到第二层的空间门 悬浮在空中 闪烁出光芒 到了 进入第三层 会好过一些 看到这个门户 聂云一喜 笑着解释了一句 他正想飞过去 就看到眼前的黄沙 突然席卷起来 形成了宛珠啊 沙尘暴一般的飓风 后退 知道黄沙呀 不会随意攻击 肯定是遇到了什么 聂云瞳孔一苏 双臂这么一震 将众人就挡在了身后 这一拳呢 就像黄沙打了过去 只听轰隆隆一声响 被一拳给击中了 这漫天的黄沙 烟消云散 随即呀 走出来了两个 猙獰的身影 一个是人身舌头 一个呀 长着歇尾 这些年都将我的嘴巴 淡出鸟来了 终于来人了 咱们可以每餐一顿了 这人身舌头的家伙 看到聂云等人 立刻音效起来 尖锐的声音呢 刺耳难听 带着令人灵魂 颤力的声音 你们是自己主动跪下来 等着我们吃呢 还是让我们 费一番手脚 这些伟人也笑了起来 看向中人 像是啊 在看一盘子食物 宗主 这是舍手人和些伟人 属于妖人的一种 看他们的实力 都达到了 丹田血桥镜巅峰啊 老酒鬼脸色凝重 单纯的丹田血桥镜巅峰 对他来说不足为惧 关键是这两个家伙 单从这形态上来看 就知道体内蕴含剧毒 那是可怕之急啊 嗯 你们退后 我来处理 知道老酒鬼的担心是什么 聂云呢 向前走了一步 要出手 讲这两个家伙给解决了 这个时候啊 就听到一个清脆的声音 响了起来 聂云 还是我来吧 你一路上 消耗也挺大的 随即一个少女走了过来 正是骆青城 你 聂云一愣 嗯 骆青城也不答话 背上的剑筒这么一抽啊 一根折一支剑 就出现在掌心 是翁弓大射 如同满月 嗖 折一支剑 带着旋转之力啊 就对着这个两大怪人 就射了过去 嘿嘿嘿嘿嘿 哎呀 这个女孩好嫩的皮肤啊 这是让人流口水啊 我要先享用 再杀死 这舍手人呢 脚下这么一晃 一个巨大的蛇尾 是迎向折一支剑 郑重箭矢的侧面 就把他打得偏离出去 嗖嗖嗖嗖嗖 这一剑没有效果 骆青城并没其内 眼神凝重 是暴雨连珠般连续 射出了七剑 每一剑呢 都带着强大的威势和力量 手尾相连 宛如一条直线 好辣的妹子 看来 我要先吃你了 看到骆青城的箭矢 施展的速度 这舍手人终于感到了 害怕了 他脸色微变 全身上下 伸出啊 数十条蛇尾 宛如章鱼一般 不吃 突然 一道剑芒 刺穿了 舍手人的咽喉 炸出了一个巨大的窟窿 不通 舍手人死了 厉害 别人可能啊 还看不出骆青城的动作 不明白最后一柄语剑 从何而来 聂云灵魂强大啊 他可是看出了窍门 刚才骆青城 明面上是射出了七剑 实际上暗藏了第八剑 只不过呀 这支剑的速度实在是推坏了 超过了肉眼的捕捉范围 正好啊 趁着舍手人 被逼的手忙脚乱的时候 正中咽喉 一个多月没见 不光是自己有了成长 骆青城进步也非常之大 似乎现在呀 已经完全掌控了陨落之功 就连让老酒鬼都感到忌惮的舍手人 都被他轻松给击杀了 逃 这些尾人见舍手人 几个呼吸都没见出到 就被杀了 知道遇到硬茬子了 当即他瞳孔一缩 就要钻进沙堆 你也别跑了 既然已经出手了 叶云哪能放虎归山 当即冷哼一声 屈指这么一弹 砰 一道电光般的气浪啊 顺着指尖就射出去了 郑重这些尾人的头颅 瞬间呢 蒋之炸成了碎咒了 他瘦 这两个家伙都死了 你也晕知道他们身上的剧毒呢 是非常难得呀 再次大手这么一抓 剧毒之气运转 就将其毒液给抓了过来 吞入了体内 只听咔嚓咔嚓 二人的毒液才进入身体 就听到耳中再次响起熟悉的声音 低头这么一看 剧毒丹田果然和想象的一样 有了突破了 嗯 并不是第三形态 这是第二形态 看了一眼 你也云一愣啊 自从啊 主丹田晋升到第三形态以后 自己的其他丹田呢 只要晋级基本都是两个形态一块跳 从第一形态 直接就达到第三形态 可现在这个剧毒丹田呢 并未和想象的一样 变成第三形态 居然按部就办 变成了第二形态 这倒让聂云呢 还有点不太适应 可能啊 晋级的毒性 这强弱也有关系 这个蛇手人和歇尾人的毒性 还没达到让剧毒丹田 晋级到第三形态的级别 想了一会儿 聂云明白过来了 这两个家伙身上的剧毒 虽然厉害 也就只能毒死 丹田血巧镜巅峰强者 想要毒死秘境第九重的人 韩利又不胆 正因为毒性不够 对剧毒丹田的帮助 不算太大 之所以啊 能够晋级 可能也是因为自从啊 有了剧毒丹田以来 一直以来的积累啊 尤其是这一路 击杀追星蛇 吸收的毒气 让剧毒丹田达到了一个灵界点 才让其突破第二形态 想要达到第三形态 根本可能完成不了 第三层是个远古文明所在 非常之危险 咱们呢 前两层没有人员伤亡 我怕第三层可就不好说了 不去管这剧毒丹田晋级的事 聂云抬头看向正上方的空间门 交代一句 前世的他 最终啊 只进入过第三层 在这里 见到了真正的远古文明 他正是在这里 被藏红义等人给偷袭了 是凤恨施展秘书 进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远古文明所在 危机重重 很多地方的东西啊 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难以想象 尤其是这些文明之魔 不能用长米揣摩 众人呢 前两关因为有自己照顾 并未出现伤亡 第三关可就不一样了 好 我们会小心的 宗主 放心吧 既然来这里了 我们已经做好了死亡的准备 有了死亡的觉悟 宗主 不要替我们担心了 直到聂云现在担忧啊 众人呢 全都脸色坚定 那就好 看到众人的表情 聂云知道他们并不怕死 既然敢来这儿 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当即点了点头 抬头向上方的空间门看了过去 用一种只有他自己才能听到的声音 喃喃自语 万劫山 前世曾经陨落的地方 我聂云又回来了 走 低呼结束了 聂云再次一拳 当先向第二层的隔膜就冲了过去 眨眼功夫就进入了第三层 一进入其中啊 一股蕴含远古文明的特殊气息 就扑面而来 让人目光一致 文明能够让人获得教化 也能改变人的思维 改变人的思想 让人呢 彻头彻尾的接受洗礼 想要摧毁一个人的意志 毁灭一个种族 首先呢 要摧毁他们的文明 这是定理 虽然呢 还什么都没看到了 刚进入第三层 众人就觉得 被一股无形的文明 充斥脑海 让他们呢 生出以前修炼 都错误的感觉 这还不知是远古时期的 哪一个种族的文明 不要坚守意念 不要被这种文明气息 寝入脑海 聂云交代了一句 抬眼向前看去 这件眼前呢 和脑海之中一样 到处都是写满各种各样 字迹的石碑 这些石碑上面的字体啊 晃化成无数人影 阐述着属于他们的大道 这是墨族的文明 突然老酒鬼看向一个石碑 他脱口而出 墨族 是啊 据说墨族是儒族的一个分支 出身儒族 却是批判族族 主张 人人平等 兼爱 非公 重视文化传承 尊宠 自然归令 老酒鬼似乎啊 对这个墨族 知道的非常清楚 哦 这个是聂龙一族的文明 这聂龙一族啊 以前也属于龙族 不过 不知道为什么 灭绝了 这里竟然 还留有文字啊 这九龙下泉 只向一个石碑 他抬口说道 周人 穿梭在石碑之中 看着石碑上 密密麻麻的文字 仿佛 徜徉在 诸多种族之间 感悟着 诸天万界 种族之间的文明 信仰我们的 种族文化吧 我们拥有着 最直接的大道 能让你 最好的感悟 天道啊 众人正在前行呢 突然眼前出现 一头头怪物 这些怪物 没有手脚 只有一个头颅 悬浮在空中 宛如气流 发出让灵魂 不由自主 颤抖的气息 这是文明之魔 远古文明 形成的魔胎 一旦被侵袭脑海 整个人 就会陷入迷茫 修为大随 千万要注意了 看到这些头颅啊 聂云瞳孔一缩 他急忙说道 文明之魔 众人脸色全都变了 无论是什么东西 时间久了 都会产生自己的灵智 这些个记载了 诸天万界 数以万计的文明种类 有些强大的文明 已然是形成了文明之魔 这些东西 拥有独特的思想哲理 一旦被侵入脑海 就算你力志再坚定 也会瞬间瓦解 修为大损 你破 明白这些了 聂云抬手就是一拳 只听轰隆隆一声响 这庞大的力量 未压呀 连秘境九重强者 都抵挡不住的权力 只在文明之魔 这头颅上停留了 一下就穿越过去 并未讲气给击碎 我们是心魔的一种 无形无态 存在意识之中 只要你有文明意识 我们就存在 想用蛮力杀我们 做梦 文明之魔 似乎知道聂云的目的 放声大笑 露出残忍的含义 文明之魔 属于意识存在之物 心魔的一种 想要消除只能靠坚强的意志 武力根本就不可能成功 这可真是武力不能解决一切问题 啊 文明之魔的话音刚结束了 聂云就听到身后是一声惨呼 以前健身宗的老祖 虚远老祖啊 突然双眼赤红 对着面前的一个妖黄 是一拳就打了过来 砰一下 这个妖黄啊 只是一具傀儡啊 根本没想到自己人 也会出手 毫无防备之下 直接就炸开了 变成了一团碎肉 进入万界山 终于有人开始死亡了 虚远 看到虚远突然发疯了 蛟龙下拳 是连忙拉住他的胳膊 随即看到一道剑蒙就闪烁 五根手指立刻被削掉了 是鲜血直流啊 哈哈哈哈哈哈 我一直以为人族才是万界至尊啊 妖人是十个不赦必杀之人 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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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谱 杀杀杀 长笑一声 这虚远老祖陷入了风魔一般 手中长剑连连挥舞 道道剑影是密密麻麻交织起来 对着骆青城百花修等人就射了过去 停下 看到如此场景捏云直到虚远呢 他没扛住这些文明之魔的倾息 陷入了疯狂了 眉头一皱 手掌猛的一下压 轰隆一声响 虚远直接就跪倒在地 脸上猙獰不断显现 眼睛血红啊 放开我 我要杀了你们 咆哮声中虚远身上的法力澎湃 似乎啊 他想要挣脱 聂云给他的束缚 却是无论如何他都无法挣脱啊 啊 众人正在这疑惑呢 这虚远老祖都陷入疯狂了 又一个福田大陆老祖级别的人物 又疯得起来 文明之魔啊 心思越强大 知道的越多 他就越强大 人越单纯呢 越无知他就越小 起不到伤害的作用 老酒鬼看了一眼 见修为低下的骆青城 以及啊 没有自主意识的腰黄等人 没有丝毫危险 反而几个老祖 疯魔起来 眼中露出了凝重之色 他明白过来了 文明之魔 是文明诞生的心魔 如果你对文明理窍不通 就算他想引动你的思绪 他也无能为力 反而啊 博文广识之人 更容易陷入环境 无法自拔 骆青城 百花修等人 成就如今实力的时间 比较短 相对起来呀 对种族文明 这种事情知道的 非常之少 文明之魔呀 即便想要 侵袭他们的脑海 也没有办法 引动相关的思绪 让其呀 陷入环境 至于呀 天妖圣皇等人 就算他们清醒前 知道的很多 被度化过 只知道啊 忠心主人 也反而啊 是灵台清明 不会受到惊心 既然文明之魔 是魔的一种 佛门功法 应该有用 念云本身 实力都强劲了 再加上他修炼过 佛门功法 灵魂已经触碰到 不动境界 并不受到影响 此时听到老酒鬼的话 他灵光一闪 心圆所动 寂静幻灭 神散不惧 烦恼 孕此 天子前夕 若能观法 如幻象者 是人 则能破坏阴魔 若见诸法 稀释空相 是人 则能 坏烦恼魔 若见诸法 不生 不灭 清亨一声 这念云口中啊 将这大慈大悲 不动 明王权的要义 用仙音诗天赋 给念出来 初始啊 声音极底 几乎是不可听闻 后来是越来越强 每一个字 都带着雷霆之音 是宛如轰中 这伴随说的字 越来越多呀 缓缓在空中 形成一片 完全有佛门字体 形成的巨大符文 这个符文呢 组成了一个万字 这是一个万字符 它慢慢的旋转 这是什么 佛门功法 你竟然会佛门功法 啊 这不可能 可恶 既然称之为魔呀 那么与佛就是对立的 哪怕你心魔也好 鬼魔也好 遇到佛门功法 都无法承受 飞翔空中的无数魔影 发出几厉嘶吼般的鬼呼 纷纷消散 重新化为无形 我怎么了 文明之魔 被聂云的佛门功法 给震退了 虚云等人呢 也醒了过来 一脸茫然呢 这地方古怪 继续向前走 千万别纠结 生怕虚云等人 知道刚才的举动 自责呀 所以啊 聂云也不多说 当下待着众人呢 是大步向前 轰隆隆 刚走了没多远呢 就看到眼前一条大河 挡住了去路 这条河流流淌着各种各样的文字啊 是足有数万种之多 每一种文字代表着一种文化积累 数万种交融在一起 是纷乱不堪 妖气生疼 让众人宛如啊 到了心魔之海了 别说你多过去 多看几眼 就不由自主的 头疼欲裂 恶心呢 想突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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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突破我孩儿这关 说明你们实力不弱 不过想要突破我这关 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伴随着一声剧烈的意识波动 突然河流啊 是剧烈翻滚起来 一个青桃人出现在河流上方 举手投足 带着不可抗拒的力量 整个人像是完全由文明堆积起来的产物 眼中是一鸣一灭 一哭一如 象征着文明的兴衰交替 不可抗拒啊 这是文明魔王啊 文明之魔的统帅 诸多文明的合集 下兄前辈 我现在吸引他的注意力 你们趁机过去 找到第三层的阁膜 直接进入第四层 不用 等我 聂云眼神凝重 给老酒鬼传了一个音 不等你 这不行啊 你可是我们的宗主啊 我要和你一起战斗呢 单从这个文明魔王散发的切实来看 老酒鬼就知道 实力非同凡响 让他撂下宗主 而一个人独自前行 他还真做不出来 放心吧 我不会有事的 你带众人离开 保护好 有剩力量 不然的话 就算找到北斗兴府 没有足够的丹田血桥镜 巅峰强者 也无法开启动夫 聂云摆了摆手 拒绝了老酒鬼的话 这个文明魔王 强大无疲啊 即便今生的自己 与之战胜 都万分凶险 让这些人留在这 只会让自己 束手束脚 无法尽情战斗 好 宗主小心 知道宗主决定的事 不可更改 老酒鬼一咬牙 招呼众人一声 当下搜了一下 笔枝啊 就向着河的对岸 就飞了过去 哈哈 想过去 你们也太不把我 放在眼里了 看到老酒鬼 等人的举动 这文明魔王啊 脸色阴沉下来 一声刺骨的冷笑 幽冥一般的鬼爪 陡然向着他们 就打了过去 不是不把你放在眼里 而是根本看不上 你的对手是我 来吧 聂云哪能让他如愿呢 惊笑一声 脚步一滑 已经来到了 文明魔王的跟前 右手扬起 一道大悲大词 不动冥王拳 他就打了出来 只听轰隆隆一声响 江河涌动 气净激荡 蹦见了无数水花 是激荡的河岸 岩石碰撞着一起 碎石翻空而起 那我就先解决了你 再对付他们 这文明魔王啊 见聂云呢 这一拳 蕴含着灵魂之力 带着碾压之意 无法夺杀 冷笑一声 一拳就赢了上来 如道 魔妖 诸多文明 在他一拳之中呢 是混原粘稠 形成了一个漆黑的模样 和此大悲不动冥王拳 狠狠碰在一起 登登登登登 聂云和文明魔王 同时后退了七八步 一个个脸色战口 居然拥有这种实力 你应该和灵界有关吧 没想到自己三千梯毒的灵魂 三辰血敲净 巅峰战斗力 都无法讲起一击必杀 聂云瞳孔一作呀 前世来的时候 似乎啊 并未遇到这个魔王 怎么今生危险程度 要比前世大得多呢 难道 因为旗舰 前世来的时候 可是没拿旗舰呢 所以这些关卡 虽然危险 却相对啊 比较容易 今生啊 却是接连遇到 如此强劲的对手 要是前世要遇上 恐怕一层都没过 已经早死了 灵界 哈哈哈哈 灵界那帮愚蠢的东西 只为一己私欲 秉除万界 将诸多文明毁于一旦 早就该死了 这文明魔王声音之中 带着刺骨的怨毒啊 他冷喝一句 再次来了一拳 这一拳呢 没有任何文明形式 隐隐绰绰 似非而非 让人琢磨不清 到底有多大力量 我心不动 无相天赋 防御师天赋 金刚降魔 知道这一招啊 看不出来的威力 才是最强大的 聂云不敢留守 他打出了 大慈大悲 不动明王拳 第二招 金刚降魔 大慈大悲 不动明王拳 一共分为三招 第一招 金刚怒目 第二招 金刚降魔 第三招 是金刚破天 修为达到丹田 薛宵境巅峰了 已经可以啊 修炼第二招了 配合武道之气 心眼这么一转 就讲这一招啊 修炼到大成境界 就打了出来 金刚不动之心 降伏万魔 一拳击出去 是地勇金莲 天花乱坠 无数繁荫响起 河流激荡之中 灼起下沉 惊气上升 邪念意念 是纷纷辟异 佛作降魔 破天碎地 砰 两拳相机 千秋时光 尽在一瞬 天地灵气 是轻刻震干 文明魔王 脸色一红 手臂啊 当中就炸开了 再次分离成 一层层的文明 坠入滚滚河流 可恶 真是太可恶了 怎么会如此高深的 佛门功法 我不信 这一拳落败了 文明魔王 是越发的真名 他尖锐的声音 嘶吼起来 不知道哪一个 肘族的语言 符咒一般 是刺激着灵魂 这文明魔王啊 由数万种 肘族的文明 是交汇而成的 本身带着强烈的怨念 呼啸出声 整个第三层 仿佛吹起了飓风 形成无数头文明之魔 是漫天飞舞 蜂 聂云呢 无向天赋运转 体表形成了一个淡淡的光运 触力刚风 而不加深 低眉佛上 荡漾出强大走极点的气息 你很强大 凝聚的形态 打不过你 那就看 打不挡得住 我的心魔状态 伴随呼叫 这文明魔王突然炸开了 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鬼头 带着浩瀚久远的气息 嗖的一下 就冲破了聂云外面的光运 钻入了他的石海 钻到脑袋里去了 心魔意志交锋 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 我心不动 感受到脑海之中啊 分踏而来的文明气息 聂云静坐在原地 他一直坚守不动如山 这次要比之前云轩的 大如磁海还要强大 文明魔王蕴含诸多文明啊 一旦意念把持不住 就会陷入无穷无尽的文明 轮回之中 再无重生可能 不动今生呢 为的是金刚流离体 第七重的要因 聂云呢 之前只是领悟皮毛 伴随文明诸多冲击呀 领悟是越来越深 感悟也是越来越多 天使足 天生拥有翅膀 分为四亿 六亿八亿十二亿 其中十二亿为最强 一出生就拥有超越 逆境九重的势力 只不过血脉吸不得 生育率是极低的 文明于亿万年毁灭 金灵族 天生对自然感悟极强 控制自然之力 天地的宠儿之意 拥有魔法文明 语言带着咒语的意韵 血脉稀少 生育率极低 亿万年前毁灭 天使足 妖兽的一种练义体 堪称妖兽战神 一出生就拥有秘境 第九重的战斗力 血脉纯正 千尘不染 亿万年前毁灭 新闻不动 聂云呢 亦是在文明魔王汇聚成的文明本体游荡着 将诸多文明看在眼里 很多文明啊 见所未见是文所未闻呢 在他看来 简直就是异想天开呢 天方夜谭的事 在这些种族手中完美展现 是谍采 分成 诸多万界 这么多文明 怎么都毁灭了 越看聂云越觉得奇怪 现在的汽海修炼 虽然直指大道 但其他的文明也没有错误 如果按照修炼的话 应该也能达到极高境界 怎么说毁灭 就毁灭了 没留下丝毫传承 而且通过这些文明可以看出来 在亿万年前的远古时期 诸多万界似乎相融在一起 真可谓百家证明 一份祥和共荣的环境 并没有所谓的灵界 但这种情况在亿万年前 某天突然毁灭 新诞生了一个妖人族 灵界 其他种族灰飞烟灭 不知所踪 或许 远古时期发生过一次 不为人知的可怕事情 具体是什么 无从考究了 看清楚诸多文明吧 知道你们人类文明 并不怎么样了吧 在诸多万界之中 只算得上是沧海一宿 我这么多的文明 你可以随意信仰一个 我会传授你 更高深的修炼方法 让你彻底突破 秘境第九重 这文明魔王啊 将诸多文明展示完毕 突然凝笑起来 这疯狂的意志 冲击着聂云 他的攻击很简单 先让聂云看诸多文明 意识陷入混乱 甚至自我怀疑之中 然后再趁机 逼迫他信仰 让其失去战斗能力 成为他的回类 信仰文明 不错 这么多的文明 拥有很多种 晋级秘境第九重的方法 只要你信仰任何一个 都能够达到更高的境界 获得志强实力 何乐而不为啊 这文明魔王啊 不断的在那诱惑他 诱惑声中强烈的蛊惑之一啊 传到耳中宛如一种特殊的音符 让人着迷沉醉 向着美好的未来前进 聂云原本啊 不动如山的意志 也伴随这种诱惑力 开始松弛了 开始崩塌了 既然能拥有文明 说明肯定得到了历史的认证 他山之时可以公寓 我完全可以借鉴其他的种族的文明 完善自己的功法 你也云南南自语 宛如啊 被文明之魔彻底给诱过 不错呀 信仰我的文明吧 我的文明才是最好的 人类的文明啊 那只是昙花一现 到最后 一样要灭亡的 信仰我的 我可以给你最先进的修炼体系 最丰富多彩的语言啊 这文明魔王啊 脸上露出了兴奋的音效 看到聂云这样 他知道已然快要成功了 嗡的一下 就在聂云 不动意志开始减弱的时候 突然脖子上的玉坠 再次闪烁出温润的光芒 被这股的光芒照射 一股暖流是直击心田 聂云呢 原本松动着意志 重新焕发力量 再次凝聚起来 双眼睁开 射出坚定的光芒 既然历史 让你们这些文明消失了 说明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你们的文明 并不是最适合发展的 与其让我信仰文明 还不如让我自己创造文明 创造属于自己的文明 轰隆隆一声响 这种意识在脑海之中 这么一形成 立刻像是卷起了风暴 口鼻之中喷射出 纯正的香气 形成了大道之音 什么 创造自己的文明 不可能 你不可能凌污这种境界 听到雷音般坚定的信念 这文明魔王脸色一红 像是见到了世界上 最可怕的怪物 他一声惨哭 四色发抖 脸化 知道自己形成坚定的意念 要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文明 对方已经败了 当即灵魂啊 轻轻就来了一圈 击在了文明魔王的身上 伴随着一声惨哭 诸多文明汇聚而成的洪流 就全部印在他的脑海深处 文明魔王死了 被彻底炼化了 大道千秋 荒凉一梦 聂云睁开眼睛了 文明魔王与他的意志交锋 以前者失败而告终 他的灵魂更加坚定 悟出了自己的道的同时 对不动今生的领悟 更加深厚了一层 他山之石可以攻欲 借助对其他文明的理解 对人族文明也有了更深的理解 整个人的气质 由之前杀戮 忧心的战胜 他内敛了许多 宛如一个儒门子弟 经过与文明魔王的对战 我的灵魂境界 虽然依旧是三千梯度 但是战斗力 比以前再次增加了不少 再和明红明心对战 他们两个加起来 恐怕也不是我的对手了 领悟了自己的刀 意志坚定 气质改变 实力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将文明魔王在脑海之中 给抹杀了 而且给炼化了 这聂云的灵魂呢 更加的精纯 一颗颗意念锤炼的水晶一样 清澈透明 是闪闪发光 是照耀四方 灵魂呢 晋级了 之前需要无明法觉 才能压制的灵犀炼体觉 金刚流离体的冲突 也平缓下来 再无知前的争斗了 好像开始出现了融合的趋势 将佛魔两种相克的功法 给融合了 说出去 绝对能把人活活给吓死 根本就没人相信 他难以相信 剑道武道丹田 竟然开始融合了 精神回归 聂云突然发现一件事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自己的剑道丹田和武道丹田 形成了双星之态 缓缓地绕在一起 时不时地诞生出 剑道 武道之气 武学呀 它也是一种文化 无论剑道 还是武道 都是文明的一种 看遍诸天万界 数万种文明 聂云对文明的了解加深了 剑道和武道无意之中融合在一起 武为意念 剑为锋利 武道和剑道融合在一起 聂云只觉得一股股剑气 在体内环绕 再次打出武道破虚拳 带着撕裂天地的强大锋芒 战斗力增加了一倍不止 虽然没有施展出剑法 举手投足 却是带着无上剑意 以前师长无上大剑术 还需要讲这十套 无上剑术给联合在一起 可是现在随手这么一招 哪怕是拳头指尖 都能激发出和无上大剑术 相同威力的绝招 手上无剑 心中无剑 一招打出 却是灵力的剑意 念云不知不觉之间 已然达到了命剑的境界 根据剑道师先祖留下来 对剑道的理解 对剑的领悟分为 普通 精英 核心 宗师 剑道之随 也就是武器之随 还有心剑 命剑 念云之前 也只是达到了心剑的境界 没想到 被文明魔王绝杀逼迫 饱览诸多文明 无意之中武道和剑道融合了 达到了这种境界 命剑 修命运为剑 只有弟弟涅头能达到 就连当初的武道师先祖 都还差得远 人即是剑 剑即是人 这命运为剑 这种意境果然可怕呀 真是不知道 当初聂同是如何修炼出来的 有了这种对剑的理解 随手创出无上大剑术 又有何难 领悟命剑了 聂云终于知道 这种境界的可怕 原本对他来说 无上大剑术是无懈可击 能超强发挥出战斗力 现在看来漏洞百出啊 想要创出一套类似甚至威力更强的剑术 简直比吃饭喝水还要容易 谢谢你悦儿 知道这次意念和文明魔王的交战 依旧是澹台灵月 留下来的玉坠 把他给救了 聂云心中感激之情是难以抑制 更加确定了澹台灵月 他是灵界中的人的想法 恐怕也只有灵界中人 才有如此强大的能力 连番救下自己 他离开都屡次救下自己 这份情义比天还高 比地还厚 终生难以报答 领悟的差不多了 也该去寻找前世这片文明遗迹 将心中的思念和感激 慢慢沉淀下来 聂云吐出一口气来 他看向一个方向 前世他死在第三层 前世他在这里寻找远古文明 在触碰到那件东西的时候 被藏红一等人给吸杀了 正因为如此 获得了重生的机会 今生故地重游 不管怎么说 都要再去那个文明遗迹 看一下再次寻找那件 让他前世为之垂涎的宝物 正因为考虑到这一点了 聂云呢 这才让老酒鬼等人当先离开 这件事情牵扯到无名法爵呀 而无名法爵是他最大的机密 即便和老酒鬼等人关系再好 你再信任他们 这件事情也不会告诉他们 更不会带他们寻找 关于无名法爵的遗迹 这不是自私 皮肤无罪 怀必激罪呀 没有绝对实力之前 消息知道的越少越好 走 我定要看看那个文明遗迹 到底有什么 能给我重生一次的机会 能给我如此强大的无名法爵 做出决定来了 聂云深吸一口气 身体一慌 搜的一下 笔直向着记忆中的方向 就快速飞了过去 据说这个东西是远古流传下来的宝贝 只要能够练话 就能突破秘境第九重 只要突破现在的境界 咱们就能将要人赶出福田大路 要人改杀 无数记忆在脑海之中闪烁呀 前世和诸多兄弟 共同闯到这里的场景 是时不时的浮现出来 交错的时空 好像瞬间重叠了 让人分不清哪个是现实 哪个是回忆 就是前面 一路飞行 聂云很快来到了第三层的另外一侧 这里和之前看到的石碑符文不同 而是一个宽阔的废墟 宛如一个宫殿 坍塌后又经历了亿万年的风雨伴 前世那些被妖灵浮体的友人 就是在这里和他大战 最后被他一个个全部击杀 也就是在这里 这几个人背叛了他 心口刺穿了 血液流淌了整个大地 嗯 不对呀 怎么会有让无名法觉运转的气息呀 就在聂云心中啊 若有所思的时候 突然身体这么一动 脸上露出了惊讶至极的颜色 这里居然呢 有让无名法觉进击的宝物 先不去管这个东西 我先去看看前世 让我死亡的东西到底的是什么 摇了摇头 先不去管这般气息 聂云眼睛啊 紧盯着一个方向 他快速飞了过去 前世和朋友啊 还有兄弟们一起呀 来寻找让人突破的东西 在这里呀 刚刚找到这件宝贝 还没来得及看呢 就被刺穿了胸腾 所以呀 即便两世为人 到现在他都不知道 当初找到的到底是什么 让无名法觉运转 严生丹田 尽管也比较重要 但对聂云来说 解开心中的疑惑 显得焦急 呼的一下 聂云停在了一个废墟的前面 就是这里 天手师天赋运转 大手这么一抓 层层砖石 纸屑一般碎裂 突然一动 一个不大的石块 出现在掌心 竟然是个石头 怎么会是这个 前世的自己呀 就是在抓住这个东西之后 被在身后的 藏红衣等人给刺穿的 原本以为呀 会是某种神灵留下的密宝 怎么都没想到 是一个不大的石块啊 这个石块 毫无出彩之处 通体又黑 表面没有丝毫光泽 看起来 不知道是什么属性 嗯 不对呀 这 这个里面竟然蕴含上 无名法爵 运转的气息呀 突然聂云心中一动 他发现了不同了 这块石头里面 居然蕴含特殊气息 刚才无名法爵 突然跳动了 就是由这个东西引起来的 不是无名法爵 也不是什么绝世宝物 而是普普通通 引起无名法爵 运转的特殊气息 那 怎么可能让自己灵魂 穿越三百年前 不死不休呢 这也太奇怪了吧 如果 在这里找到一件 让自己都看不懂的宝贝 或者是一件 带着神秘气息 让自己无法得到的宝物 会觉得十分正常 却只得到一枚 蕴含特殊气息的石头 让他怎么 都不敢相信呢 这种石头 前世虽然没见过 但今生为了无名法爵 晋级 消耗过不少了 熟悉无比 除了能让无名法爵运转之外 一无是处 前世找了一圈 就找到这个 这种结果有些出乎意料啊 甚至有些不可思议 算了 也别想了 先讲这个石头里的特殊气息 吸收干净 再看看有什么特殊吧 想了半天 也想不出到底怎么回事来 聂云心念一动 脑海之中 突然冒出一个办法 如果这个石头特殊的话 应该不会像其他物品一样 吸收完特殊气息啊 立刻就变成粉末 想到就做 双手轻轻按在石头上 无名法爵运转 缓缓汲取 其中蕴含的特殊气息 果然呢 有些不同 好浓郁的特殊气息啊 这一吸收不要紧 聂云立刻发现有所不同 眉头都跳起来了 这个石头当中啊 蕴含的特殊气息 比之前遇到的所有物品 都浓郁了至少百倍 之前在碑林得到 一人多高的矿石之中 蕴含的特殊气息 似乎啊 都没有这个 不足巴掌大小的石头多 呼呼呼 不停吸收特殊气息啊 无名法爵 开始缓缓运转 和猜测的一模一样 这次并没有延伸丹田 而是继续拓展气海 这气海呀 再次增加了 一倍大小 这才停下来 嗯 还有特殊之气 看看能够延伸 多少枚丹田 本以为拓展完了气海 石头里的特殊气息呀 就会彻底消失 没想到 还剩的大概十分之一左右 聂云心中一喜呀 继续运转无名法爵 只听轰隆隆一声响 拓展完气海 无名法爵再次运转 果然延伸出新的丹田来了 这次虽然呢 没有上次延伸的多 足有十一枚 却也不少了 聂云数了一下 再次增加了五枚 体内丹田达到了六六之数 从重生到现在 算上这一次一共延伸的七次丹田 第一次两个 第二次四个 第三次三个 第四次五个 第五次五个 第六次最多达到十一个 而这一次是第七次 也是五个 七次延伸丹田 加起来一共是三十六个 现在聂云一共有二十七样特殊天赋 除了主丹田之外 还有八个没有富裕属性的 三十六个丹田 在七海中是不停地旋转 从空气当中啊 汲取灵气 让他的修炼速度是再次加快 你咔嚓 丹田刚刚形成的瞬间呢 聂云就听到掌心的石头 和以前一样 一声脆响 碎成了粉末 没留下丝毫痕迹 看来这个东西啊 和其他蕴含特殊灵气的矿石 没有任何区别 只是其中蕴含的灵气纯度高了一次而已 其他并无特殊之处啊 算了 也不管前世为什么会重生 又因为什么得到了无明法诀 存在就是道理 既然上天允许我这种人物存在 肯定就没有问题 看来一眼掌心碎裂的石头 聂云呢 沉思了一会儿 豁然开朗 他笑了起来 与其纠结为何会重生 为何会回到三百年前 为何会得到无明法诀 这种逆天的东西 还不如好好修炼 为以后的事情做打算 下行前辈他们 在小龙的保护之下 应该没有太大的危险 现在闹不好 已经进入第四层了 我也要快些走了 想通了这一点 聂云觉得灵魂更加纯净了 他笑了一声 纵身 向之前来的方向 飞去 对 和文明魔王交战许久 阎生丹田又花费了一些时间 恐怕老酒鬼他们现在已经进入了第四层空间 甚至都跑到第五层去 自己也得加快速度 文明魔王被击杀电话 等于聂云本身携带着无数文明 一路上 文明之魔呀 再不敢侵扰了 很快呀 就到了第三层的空间门处 搜了一下 一路 之上 并未看到老酒鬼等人 聂云呢 也就不再犹豫 一拳 就震开了裂缝 钻了进去 出现在眼前的是一片绿油油的山林 嗯 第四层啊 从未来过 看起来有点像福天大陆的空间 前世只来到第三层就生死到云了 第四层还没来过呢 此时这么一见 气候和润 时不时吹过一道微风 到处是绿意盎然 倒和福天大陆有点相似啊 之前第二层的是沙漠 产生了一种让人灵魂发干的感觉 而这里呀 非但没有 还让人神情愉悦 难道前三层的危险 后面就变得简单了 越是这样 越得小心呢 聂云现在一直坚定 灵魂强大 他知道啊 越是这种时候 看起来安逸的情况 实际上越危险 当即眼神凝重 他认准了第四层空间门的方向 快速向前飞去 搜搜搜 就在聂云前行的时候啊 突然一道尖锐的轰鸣 随即就看到 无数箭尾射了过来 每一道尽管比不上洛青城的折翼之箭吧 却也都是破空镜巅峰强者的战斗力 数万道箭矢同时射出来的 好像眼前出现了一片黑云 嗯 这不是箭矢 是一种特殊植物上面的针刺 箭语的速度虽然快啊 聂云呢 还是看清楚了情况 一眼认出来了 这个东西根本就不是射出来的箭矢 而是一种特殊植物上面的针刺 这些针刺啊 一根根呢 都有半米多长啊 箭矣无比 堪比上品灵兵 前面尖锐 只要被刺中了 可以预想啊 立马就得变成刺猬 不死也差不多了 破 知道这个东西的厉害 聂云一拳就轰出去了 拳头上方啊 形成了无数箭盲 箭气四溢 是海超狂有 把眼前所有的箭矢啊 都给撕裂了 挡在了外面 达到命剑境界了 人就是剑 剑就是人 随便这么一拳 一招 都带着无上箭矣 威力不弱于无上大箭术 搜 将这些箭矢给撕裂了 聂云就看到正前方 一个巨大的蜘蛛 仙人掌一般的表面 满是箭刺 无数触角 在那舞动着 哦 这刚才的箭矢 正是从这个东西身上 射出来的 轰隆隆一声响 这个东西似乎啊 能感受到生人的气息 知道聂云通过他的箭语啊 这一条巨大的出手 陡然就射了过来 击破空间 响彻还原 荡漾出啊 丹田血窍镜 强者才有的威力 植物生命 你也原明白过来了 这种啊 植物生命 伏天大陆没有 妖人世界 也不多见 但是在刚才炼化文明 魔王记载的文明之中啊 并不稀奇 这种植物和人类一样 它能够吸收天地灵气 自我修炼 还能吞噬人类 增加修为 对人类妖兽啊 都有着巨大的威胁 福天大陆的九天虚空藤 虽然和这个很像 但并不会啊 主动的攻击人类 与之有着明显的区别 看这样子 这家伙是想把自己给吞掉啊 想吞我 你应该还没有这种实力 轻笑一声 念云也不多啥 手臂向前那么一伸 就将射过来的这藤麦给抓住了 也不动用法力 单纯的肉身力量配合大理丹田 啪 一声呼啸 海浪击空啊 肌肉爆发的力量旋转蹦射 高山青塔一般 撒巴巴巴 就这么一下 这藤麦就被撕扯下来了 蹦见出啊 碧绿腥臭的枝叶 被撕扯掉 一根藤麦 这个绿色植物啊 似乎愤怒起来了 呼呼呼呼呼 四条藤麦 破空自来 想要讲这念云呢 得击杀了 烟火灼烧 念云懒得再施展力量 对付他了 笑着向前这么一点 这植物啊 他有两个缺点 第一 他不能移动 第二 怕火焰灼烧啊 这烟火是天下最凶猛的火焰了 喷射而出 沾染在这个藤麦上 一瞬之间 就形成了四条巨大的火蛇 走 把这颗植株给烧着了 知道对方啊 再不敢和自己为难了 继续向前飞去 这种植被虽然厉害 但是对于老酒鬼等人 应该没有任何危险 念云扫射了一圈 没发现他们的踪迹 也就不做停留 一路飞行 又接连呢 遇上了四五个类似的植株 不过战斗方式都不相同 但都畏惧 阳火天赋 很快他就飞到了 第四层空间门外 这一层 尽管呢 这一些植物凶猛 却是进入万界山来 最简单 容易过的 呼的一下 聂云进入了第五层 轰隆一下 刚进入其中 就看到了一道雷电 是劈头盖脸就打了过来 防御之气运转 将这雷电给挡在了外面 聂云抬头一看 只见满空阴云密布 无数雷霆悬浮空中 犹如一个雷霆海洋 这里的情景居然和当初 澹台凌月 进入的万潮雷海 有点相似 甚至更加狂暴 威力更盛 这些雷电 即便是 秘境第八重丹田血峭境 中期的人都难以承受 不知道骆青城他们 过去没有 看到雷电的威力 聂云判断了一下 这些电弧的威力 丹田血峭境 中期强者遇上 恐怕都会被活活镇死 骆青城等人 只有破空镜巅峰 想要横渡这个地方 恐怕有点困难 不过有老酒鬼和小龙照应 应该不会有太大危险 嗯 对了 雷霆的力量 虽然具有毁灭性 也拥有锤炼肉身的功效 我肉身 才能达到灵溪炼体 绝第六重大城 刚好 可以通过这些雷电 垂击一下 巩固力量和修为 知道骆青城等人 不会有什么危险了 聂云呢 也就不太在意了 看到漫天雷电 突然脑子里冒出一个想法来 他的灵溪炼体 是通过金髓灵电 进击到第六重大城的 虽然力量实力暴增 但是还没有彻底稳固呢 不如啊 让这些个雷电垂击一下 或许啊 能带来更好的效果 身为武道师 对炼体练功 有了更深的理解 这雷电尽管呢 对别人来说 恐怖无比 对强大的武道师来说 至少拥有着数十种方法 将之引入体内 而不会遇到危险 心中这么一动 聂云呢 撤去身上的防御之气 轰隆隆 防御之气消失了 雷电直接就披在了肉身上 将他身上的衣服 是全部给震碎了 聂云只觉得身上 是一阵酥麻呀 这肌肉痒痒的 说不出的舒服 哎 果然有效啊 见这种感觉之下 肌肉啊 蹦射出雷霆之意 更加紧密 聂云眼睛亮了 不过这里的雷霆太少了 威力也太弱了 想让我的灵溪炼体绝 第六重达到 大乘境界的肉身产生效果 威力至少 还有墙上十倍才行 我向前面再去看看 让这雷电给轰击了一会儿 聂云忍不住摇头 抬头向前一看 只见远处啊 黑云低垂 这蓝紫色的闪电 形成明亮的图案 讲最中心的空间呢 都照的是一片通明 过去 知道了 这里的雷电 才是啊 最强大的了 聂云笑了笑 是纵深 他就飞了过去 还没来到跟前呢 就看到眼前是一阵 黑烟环绕 带着腥臭的气息 哟 好厉害的雷电呢 看到这些东西啊 聂云知道 是雷电威力推强了 硬生生将灵气击碎 电力产生的效果 眼睛都亮了 连灵气都被震碎了 这种雷电的威势 你说大不大 不大 那是不可能的 呼的一下 豪亭流聂云呢 就飞进了雷电身处 这就轰轰轰轰轰 刚进去 雷电就好像找到了宣泄点 而他犹如啊 吸纳铁系的 吸铁石一般 将周围所有的电壶 都给吸过来了 哟 好舒服啊 全身赤裸 悬浮在雷电之下 聂云呢 被这电壶给击中 觉得全身苏麻呀 刚刚达到灵溪炼体 绝第六重大成的肉身 更加坚固 他更加强大 细胞融合之后啊 带着 道道电壶闪烁 仿佛他整个人 变成了雷霆之子 掌控雷电 嗯 好强的感觉 对了 我完全可以 借助雷电之力 创造出一套拳法呀 这突然 你也云灵光一闪 这脑海里啊 冒出一个想法来 只要是修炼者 都畏惧天洁 对雷电 有着天然的恐惧感 如果我们啊 修炼出一种 激发雷电的拳法 肯定啊 会有极其巨大的威力 以后对付雷劫的时候 也就能够 更好地度过了 想到就做 武道师天赋运转 聂云心情完全沉寂下来 感悟着上天呢 暴雨一般落下来的电弧 他仔细的思索 这 不对 这样 还不对 啊 应该是这样 嗯 不对呀 也不是这样 雷电 那是天道 才能掌控的 那是考验 修炼者的手段 几乎没人能够掌控他 即便聂云是武道师啊 想要研究出一套 关于雷电的秘籍 也难以完成 悬浮在雷电光影之下 不停吸收着雷电之力 改造肉身 精神却是高度集中 他仔细啊 研究着雷电的奥秘 想要啊 创出更好的秘法 转眼功夫 时间就过去了七天了 这七天里头 聂云一直沉浸在 对雷电的领悟之中 武道师丹田是不停的运转 仔细推销我 成功了 哈哈哈哈 这招 我完全可以将雷电 储存在体内 陡然释放出来 爆发的威力 比武道破须拳 还有强大十倍 突然聂云呢 双目之中爆发出 雷电虚化的影 是一阵狂笑 喜悦之情 抑郁烟表啊 这一番研究 虽然是耗费的时间 比较多吧 但是对雷电 可是有了新的领悟了 研究出了真正的绝招 这一招 是雷霆之下研究出来的 一旦要使出来 能激荡九州 横扫万里 这招不如就叫 雷霆九州吧 聂云呢 给自己创出的这个招数 给定了个名字 雷霆九州 各种 女性的以来 识许可